很多人會問我說 在平台裡面工作 APP操作會不會非常的麻煩 會不會沒有收入 其實這個平台操作非常的簡單 幕後也有一群很好的夥伴 至於收入的問題其實不用太過於擔心 一開始當然大家對你不夠熟悉 等你服務了幾次 慢慢的評價也會升高 自然的在平台公開的情況下 大家也會注意到 那其實因為我本身就是又家庭又小愛 所以有時候要找另外一份兼職的工作 跟收入的話其實很不容易 時間上也會沒有辦法配合 那其實有照顧這邊他的兼職的工作 時間也非常的彈性 他是可以依據我們可以空檔的時間來做安排 時間上他也是24小時都可以上班的機會 那其實我其實做的還蠻開心的 跟醫院相比一下工作的負荷量等等之類的 都非常負荷 就是讓你覺得可以加勤救手 就是透過這個網際網路 資訊應用軟體APP呢 所媒合的這樣子一個按家呢 這個不管是預約者或者是按主的話 其實都有一定的資訊力的素揚 能夠確切地把需求以及這個我們能夠提供的服務項目 做一個非常確實的一個媒合 在第一次進入學家服務的時候 可以充分地建立一個相互信任的一個關係 當初和朋友一起來參加說明會 聽完後十分認同優照護平台的理念 那在使用APP的時候 那我們會率先看到按家的說明 個案的情形如何如何 如果說我對按家的情形還是有一些疑問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一個功能叫做問問 再去跟按家的家屬再去得到更多的資訊 那通過平台其實是一個很有效率接案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時間 他們的水準水平來講確實比較高 經濟狀況也相對比較好 如果有一些碰到的一些小問題 如果不方便直接說的 我也會打電話到公司 就是請我們堅強的克服團隊 然後來幫我去解決這些事情 優照護之後 我也就很安心跟在優照護 就是繼續接案下去